这个突然跳下直升机的男人 用一个比较圆润的姿势 成功破开了别人家的窗户 然后在地上滚了好几圈之后 以一个骚气的姿势完成落地 不得不说艾德好伸手啊 不过有这伸手生情斋王不好吗 突然天降一道闪电 劈中校长的直升机 生命值直接归零 怪不得艾德要跳机 不过还好不是黑暗游戏 校长成功狗活下来 而这时时代异形窜了出来 得知了艾德要去收拾斋王 时代瞬间不淡定了 于是舍校长而去抢排局 这时艾德已经找到斋王 得知了是破灭之光从天而降 正好落在了刚硬好的血魔身上 之后二弟因为艾德的关系 找到了斋王 想让他看看血魔的力量 而也就在那时 斋王就被破灭之光附身 然后激励呱啦一大堆 总之就是他要毁灭世界 而艾德要阻止他毁灭世界 于是双方要来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排局 就在要开始时 时代恰到好处的赶来 没错 他排饮饭了 艾德眼看不妙 立马将手提箱的钥匙扔出 时代感觉糟了 居然让艾德抢先下好了赌注 于是搞起搞起 尤斋王先攻 我靠 居然混进去张白板 这是要当着观众的面印卡呀 先召唤秘遗之女王攻击表示 然后毒狗效果转起来 好吧 正大光明的作弊 就冲这点你比达子还来 并且他还不解释效果 直接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艾德 召唤命运英雄钻石人手背 等等 因为女王争位置的效果 当对方召唤怪兽时 他也可以召唤一只秘遗怪兽 而且因为秘遗系列都是毒狗 所以这只名叫命运皇帝的怪兽 也要转起来 是正位置 效果让几方的怪兽上升500攻击 艾德不甘示弱 他要发动钻石人的效果 先抽一张牌 好吧 一定是魔法卡 那就送入墓地再下回合发动 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斋王 召唤秘遗之战车 毒狗转起来 很好 都不用人喊了 而斋王依旧不说效果 让秘遗战车立马开火 轻松击破钻石人 艾德有烟无伤 启动陷阱命运标记 当怪兽被破坏时 就可以特召一只命运英雄 是超高防御的防御人 这一瞬间斋王要发动战车正位置的效果 当成功破坏掉对方的怪兽时 可以将那只怪兽召唤到自家场上 不得不说斋王是真秀